我提新车给兄弟发消息 收拾一下 今晚滚过来陪我睡 让你看看我的长城泡 却勿发到了工作群 并add了新来的女总裁迟晚 闹哄哄讨论工作的群衣下 变得安静如鸡 就在我思考如何晚就时 迟晚那慵懒性感的嗓音响起 听说你想睡我 我条件反射兴奋回到 可以吗 酒后我正欢快和兄弟讨论 新来的女总裁迟晚长得太得尽时 电话响起 开头暴击 燕哥 你完了 全公司都知道 你想把迟晚摁到墙角里轻哭 你把那些虎狼之词 发到工作群了 快撤回 听着兄弟的鬼哭狼嚎 我脑袋懵的 拿起手机一看 闹哄哄的工作群死一般静 刷屏的全是我发的消息 迟晚这大长腿 小翘臀 魔鬼腰 身材贼顶 一看我就想 把它摁到墙角 轻哭 add迟晚 收拾一下 今晚过来陪我睡 让你看看我的长城泡 密密麻麻的 不是聊天记录 而是我的罪证 我看没人回 还特意 add了迟晚六遍 六遍啊 我脑子瞬间炸糖 手忙脚乱 连忙撤回 可手机无情告诉我 您发的消息超过两分钟 无法撤回 比命长的聊天记录 就这样明晃晃在几百号人的工作群内 冒着绿光 手机催命一样响 不用看也知道 是公司那几个八卦之神 开始质问 我和迟晚什么关系 我哪有时间理他们 保住小命更重要 一想到迟晚那冰冷的眼神 我就全身站立 我急得抓耳挠腮 再高深地解释 也救不了我的狗命 怎么办啊 江离 你快想办法救我狗命啊 兄弟江离思索片刻 我小姨公是繁忙 你以为会和你我一样 关注群消息 我俩多刷点工作消息 覆盖了不就好了 我沉思片刻 迟晚完全就是冰冷的工作机器 除了工作 没什么能影响到他 如果做错事 他只会赏你一个冰冷的眼神 然后他的下属 自会替他完美处理任何事 不留情面 毫无求情可言 我十分认可江离的话 找到工作文件 客户资料准备覆盖 随后 我果断迅速打开求职软件 玛丽的疯狂投简历 与其明天接到被辞退的消息 我还不如找好下家快速滚 没想到 手机突然震动 屏幕上弹出一条灰色消息 迟晚拍了拍 我肩膀八把您辛苦了 沉默是今晚的康乔 我跳脚朝江离抱怨 你不是说 不会看到吗 这都凌晨一点了 哪家总裁还会关注工作群啊 这是要卷死谁 他是不是准备让我滚蛋 紧接着便是迟晚发的 一条六秒的语音 看着那条语音 我大气都不敢喘 脑海中天人交战 该装作没看到 还是装作没看到呢 江离那边熬了一声 急哄哄喊我 燕哥 快听语音 不对劲 很不对劲 我颤颤微微点开 吃晚慵懒的尾音微扬着 嗓音滴滴地缠上来 夜里撩拨的人耳间发麻 听说 你想睡我 我人被苏眉了 手比脑子快 条件反射秒回 可以吗 江离无力道 陆燕 你今晚是非得在阎王面前闪现是吧 卧擦 怎么把心里想得发出去了 我擦了把汗 抬起手 猛地给自己一个响亮的大嘴巴子 呜呜呜 兄弟 我好容易被声音好听漂亮的女人诱惑 我老了以后 会不会被卖宝剑品的片养老金啊 江离一脸嫌弃 你把你那些马尿给我丢了 喝点酒就乱发消息 瞧你那点出现 你非得把自己玩完才满意是吧 我 果然 喝酒误事 古人成不起我 群里499号人像是 集体死了一样 但我知道 这几把号人都憋着一股气呢 吃晚撩人心弦的声音 还在我耳锅里不停回响 听说 你想睡我 时隔三年 没想到我 还能再次听到这样的声音 他是懂因杀的 想要我的命直接拿走 行吗 隔了几秒 他的信息再次出现在屏幕上 陆燕 明天来我办公室 哦 我都不敢想象明天的惨状 然后 我加快了投简历的速度 江离像打了鸡血一样 你知道我小姨这次回来 是为了什么吗 我也十分好奇 当初连夜出国的人突然回国 还空降到我们这个公司当总裁 我没好机会他 我尸体不舒服 先下了 别江离直接给我解惑 为了个男人 三年前将我小姨吃干抹尽就跑了的那个男人 男人 什么男人敢碰他 燕哥 话说三年前那个夜晚 你好像和我小姨在一起 你 吓得我一个 李渔打挺爬起来 那天晚上 我和你小姨啥也没有 什么也没发生 哥 不打自招了 我只想问问那晚 你看到那个男人没 我 抬手又给了自己一嘴巴子 这嘴又坏事了 快说说那晚 你们发生了啥 我孤男寡女 还能发生啥 我能跟你说 那晚我和你小姨斗了一夜地主 你信吗 这 当然不能啊 第二天 我镇定自若到了公司 见同事都不在 我一溜烟 就跑到总裁办公室去了 准备先来个提前演习 关门鞠躬 一气呵成 池总 昨晚是我不对 您大人有大量 不要和我计较 我上有老下有小 很需要这份工作 维持我极为贫穷的生活 不对啊 我干嘛这么卑微 学学人家零零后出入职场 腰板 也得挺着说话 宁愿跪着死 也不愿站着声 于是我大声质问 兴实的 我拼死拼活 给公司卖命不加工资 就算了 你以为你 空降来公司当总裁 就能吓到我 好一个新官上任 第一把火 就烧到我头上 这么针对我 是为了报复三年前那晚 我对你做的事吗 就你那小身板 哥才不稀罕 身体不行就算了 心眼还不行 一回国就想弄死我 这破工作 爱谁干谁干 老子不干了 这个气势拿够了 那等一下就按照这样讲 下一秒 我突然听到了 死起彼伏倒吸凉气的声音 猛地直起腰 睁开眼 就看见满屋子的人 面面惊恐 八卦之魂 熊熊燃烧 我一口气没上来 想死 正上方的持弯 缓慢抬眸 语气很淡定 会议暂停 所有人先出去 我先处理点家事 众人的目光更震惊了 我脑门轻轻突突跳 同手同脚 正准备随大流转身离开 末地 迟晚点到了我 声音冷到极致 鹿燕 留下 心跳到了嗓子眼 我连忙把求救眼神 看向江黎 江黎弱弱开口 笑 我正感慨 好兄弟 今晚 就给你点八嫩膜 太够一起了 没想到 迟晚轻飘飘的眼神挪了过去 出去把门关上 嗯 好 好的 江黎伸手无眼 急忙把我手扒开 百米冲刺 从我身边跑了出去 瞅他那表情 我就知道他在想 嫩膜哪有小命重要 我这替人尴尬的毛病 什么时候能改 门啪的一声 被江黎关得岩石 这兄弟 真的一点活路不给我留 很好 江黎 我以后一个嫩膜都不给你了 我自己点十个 馋死你 身后清脆的脚步声 越来越近 俗话说 伸手不打笑脸人 我笑着道歉 应该没问题吧 于是我转身舔着笑 江 话音未落 我领带被他拽住 一把将我扯了过去 然后我就被他抵在了窗户上 啊 成年人之间 打人不打脸 我急忙 把脸挡得岩石 齿总 我错了 他栖身朝我缓缓逼近 迫使我看向他 声音带着几分沉 错哪了 那双眸子里 不见丝毫笑意 我彻底慌了 这死亡问题 结结巴巴 这说那句 都是死罪啊 他被我气笑了 和那碗一样 微弯腰 斜着冷香 贴近我发热的耳根 慵懒的嗓音中 带着丝丝凉意 是错三年前 你酒后抱着我不撒手 还是错你酒后霸王硬上弓 不成哭鼻子 还是 他越说我越懂 最后 他一手摸上我的脖尖 温热的气息扑在我耳边 嗯 尾音又缠了上来 来 陆燕 再给我说说 那碗到底是谁小神版不行的事 死去的记忆 突然袭击了我 我有罪 自高中起 就对迟晚包藏色心 直到今日 大学毕业那天 迟晚作为优秀创业者 来给我们演讲 当晚的晚会 他喝了不少酒 我也没闲着 喝得不着五六 江黎怕他酒后逮着他训 扯着小学妹 就去过二人世界去了 等我进屋 就只留下迟晚一人 他慵懒地坐在沙发上 橘黄的灯光 撒在他的周身 抬手顿足像极了一只 勾人心魄的狐狸精 听到动静 缓缓睁眼 有油唤我 陆燕 过来 我色迷心窍 不知不觉就到了他跟前 他浅笑着 陆燕 你能送我回去吗 我揽着迟晚纤细的柳妖 跌跌撞撞 把他扶回酒店 原本是想走的 但迟晚醉酒后 太磨人了 我这该死的严控 实属按捺不住 秉着委屈自己 也不能委屈他的原则 将就了他 却没想到他瞧我没反抗 就偷偷吻了我 哪知 酒后上头 这吻的一发不可收拾 他就把我折腾了个遍 衬衫撕了 小手摸了 毛嘴啃了 皮带解了 到了紧要关头 实操不会 真恨江里讲重要内容时 我不听讲 正在我研究某度找经验时 一只手把我手机一抽 你在看什么教程 我 还能什么 如何让醉酒女子快速醒酒 他又跌跌撞撞 把我捆起来 我红着一双眼睛 嗓音沙哑的不像话 你 你想做什么 他磕磕绊绊 真诚答 成年人想做的 他翻身而起 我拔腿就想走 陆燕 我是你长辈 你站住 这话说的 更刺激了 就你是我长辈 我才不敢造次啊 我是江里的长辈 又不是你的 更何况 我们只差三岁 在我愣神之际 他已经把我摁床上 他得寸进尺 我慌不择路 五秒后 我哭着 从他身上爬下来 没想到我熊鹰一样的男人 居然撑不过五秒 但我肯定不能说 是我技术不过关啊 于是急忙扯来的借口安慰他 我突然想起 家里煤气忘关了 那啥 我先回去关下煤气 话落 我连夜逃跑 时隔三年 没想到一见面 就冲我心事问罪 我绞尽脑汁 也没想出 怎么才能逃过此劫 迟晚饶有兴趣冷哼道 陆燕 编好理由了吗 三年我都没编出理由 这几秒 我能编出什么 小小的包围圈里 弥漫着他身上的冷香 我视线从他眼睛滑到鼻梁 再到唇 脑子里又想起三年的那个晚上 顿时我只觉得耳根发热 想伸手去推让他 又猛地缩回来 我为手为脚缩着 身怕再次冒犯他 吃 吃总 您放开我 我好好给您解释 他不但没退 反而贴得更近了 瞬间四肢百孩的血液 在体内狂奔 上蹿下跳 两腿之间隐隐约约 顿时 鼻腔里一股汹涌的暖流 卧槽 还流鼻血了 我急得满头大汗 急忙道 能麻烦您 给我远一点吗 他直勾勾盯着我 笑着往后一退 我顿时一泻力 腿软往前一跌 撞在了他的怀里 耳边胶软闷哼声响起 好痛 我急着 查看他有没有撞伤 头发却勾在了他胸前扭扣上 别动 他摁住我的脑袋 我哪里听得进去 伸手去扯头发 没想到越解缠得越紧 解得我浑身发热 迟晚却站在那里不动 急得我抬头哄他 我的姑奶奶 你处着干嘛 动动啊 迟晚突然握上我的手 你想我怎么动 我呼吸制了 耳边传来他嚣张的笑声 可恶 又被他耍了 那双鲜长的细致在银色纽扣 和黑色发丝中穿梭 指腹温度烫得我眼前发晕 暖暖的呼吸扫过我的脖梗 苏麻的氧溢在全身蔓延 我不自在偏过头 师祖 好了没 我头一转 唇堪堪擦过一个温润的 几秒后 我瞪大了双眼 迟晚目光灼灼地看着我 视线在我脸上描绘了无数遍 他舌尖舔舌着下唇 哑着嗓音问我 这就是你想的解释吗 池总 宋先生到了 宝贝 低沉磁性的声音从门外传来 我在机场给你打了那么多电话 你一个也没接 我脑袋嗡嗡想 宋先生 迟晚眉头紧皱 用拇指擦掉唇边的痕迹 陆燕 这个解释 我心狠狠揪了一把 又酸又涩 打断他的话 池总 如果没事 我先出去了 门被推开 我和宋叶四目相对 他就站那儿 瞥向我的视线 高高在上 又不屑一顾 宋叶 金圈公子哥 圈内人谁都得宠着护着 他穿得张扬性感 望着池婉的眼神 炙热大胆 宝贝 不是说好的去接我吗 原以为冷冰冰的池婉 不会对他有好脸色 却不曾想 池婉在他进来的那一瞬 他眼里出现了 我从未见过的柔和 公司有事 温柔的解释 像支巨手 饿着我喘不过气来 窗户上我仓皇而逃的身影 和宋少绅士有礼的姿态 形成鲜明对比 以前的池婉 何曾对别的男生 如此客气过 身后的宋叶 自然而然坐在池婉的总裁椅子上 养着脑袋 对着池婉撒娇 宝贝 我不管 你说说 今晚怎么补偿我 办公室的门 彻底隔断了我和他们之间的视线 燕哥 他没把你怎样吧 江黎拉着我左瞧右瞧 怎么还流鼻血了 他对你用墙了 江黎你可闭嘴吧 旁边同事围了上来 那宋叶 听说要和池总联姻 不都说联姻没感情吗 这瞅着两人挺甜蜜啊 俊男靓女 很般配 我女人常吃总这样 我不得没死 我冷静劝道 兄弟们 漂亮能当饭吃 身体型才是硬道理 空气突然寂静 人群四散 看来 你颇有心得 原本在办公室的女人 此刻踩着细高跟 站在我身后 周身冷聚 我身子一颤 狠狠咬到了舌尖 妈的 好痛 迟晚眉眼冷熬 报应来得挺快 主管啪地把一叠资料放我桌上 陆燕 来我办公室一趟 难不成今天得罪迟晚 让他给我穿小鞋 我战战兢兢 跟着他到了办公室 主管 主管把门关上 瞬间变脸 笑得和蔼可亲 小燕啊 这段时间确实工作多 任务警 不可避免给你下发的工作多了点 你心里有什么不满 你直接给我反馈吗 我 主管我 主管丝毫不给我回嘴的机会 王秘书这段时间家里有事 南边那个项目呢 也一直是你负责 这次出差的任务 就交给你了 主管我不行 主管手一抬 你顺利拿下那块地 升职加薪 那都没问题的 升职加薪 我满血复活 上前一步握住他的手 感谢主管信任 这差 我出定了 主管如释重负 把我推出门 快去 车在楼下 今晚就得走 哎 主管 和我出差的同事 是谁 屁股刚挨上迟晚专属 劳斯莱斯的后座 我就后悔了 心里把主管骂了几百遍 为什么不给我说出差的是他 车厢气氛十分怪异 迟晚声音显散 听说你要和你 女朋友订婚了 我打字的手顿住 女朋友 订啥婚 听谁说 反驳的话刚到嘴边 又咽了下去 毕竟他多精帅气的未婚夫 都追到公司了 如果说子虚乌有的事 那岂不是显得我没有魅力 这三年离了他 我连女朋友都没有 一对比 我这不是落了下风吗 还显得我对他念念不忘 我露宴 像舔狗吗 像 妈 望着认真工作的那张脸 心跳加快 鼻腔又热了 妈蛋 我根本不是像 我原本就是狗 我狠咬了下舌尖清醒 漫不经心道 是啊 我订婚专程给你留了主桌 我知道你忙 人不到 李到位就行 迟晚眉尾一条 江离开始语音轰炸 我刚准备语音转文字 车一抖手一滑 江离那个大嗓门开后 你和我小姨出门 在外孤男寡女的 难免擦枪走火 蓝精灵给你放包里了 妈蛋 吓得我手忙脚乱 车又猛地一抖 手机直接掉到车底 外方的语音杜比音效 时时环绕 他嘎嘎脑补 万一我小姨久后乱性 你就不要挣扎 直接被他生吞活泼了吧 也不知道 我教你的那些教程忘了没 你务必 务必要让我小姨开心 迟晚弯腰捡起脚下的手机 低头瞄了眼屏幕 嘴角微抽 喜欢我 他把手机递过来 屏幕上恰好是三年前 我拍他醉酒后的照片 他双眼迷离红唇微张 懒懒依在玄关处 翘起脚尖 让我给他脱掉高跟鞋 黑色吊带裙 勾勒出他完美的身材 极致诱惑在深夜叫嚣 他靠了过来 喝气如蓝 喜欢这种 我一把抢过手机 往包里塞 不喜欢 然后狭小的衣兜里 掉出数十个 蓝精灵 我绝望地闭上了眼 耳边含笑的声音 还在提醒我 你的 蓝精灵 杀了我吧 就现在 别拦着我 我要回去杀江梨放天灯 为了避免再次射死 我很正经开口 话说池总为什么回来 三年前 池婉在国外创办的公司 如黑马一样 意气绝尘 他 也在短短三年 成了业界炙手可热的商业奇才 外媒都报道他 今年事业会奔向新一个高度 可我没想到 他会在即将攀上那个顶峰的时候 回国 池婉漆黑的眼眸看向我 自证腔圆 又带着他特有的慵懒 回国 发展感情 我心口一致 苦涩在口中发酵 你回国 多久订婚 池婉恩西手机屏幕 脸上露出少有的甜蜜 看我未婚夫 我余光从屏幕上的送页 两字挪开 心里酸得很 一点都不想听后面的话 恰好司机适时开口 池总到机场了 和池婉坐了几个小时飞机 我也没想清楚 为什么出差的是他 直到我再次在酒局上 看到了今天下午见到的宋少 公费恋爱啊 池婉 宋叶快步而来 微笑牵起嘴角的梨窝 池总 如今的池婉 功成名就 身价暴涨 西装革履 冷艳夺目 无人不捧着近着 我也是后来才知道 宋叶 就是池婉高中 爱而不得的人 而现在 就连以往看不起他出身的宋叶 也弯下他少爷高贵的脊梁 蹲在地上 为他牵起裙摆 但不得不说 两人确实般配 池婉 今晚的酒局可是行业巨头 宋叶赏了我一个眼色 上前给池婉介绍在座的人 而我 跟在他俩的身后 看着他在各个大佬之间 游刃有余的寒暄 陌生如同深渊 将我俩分割开来 我看得出神 池婉回头换我 陆燕 跟上 身后门被推开 一穿着帅气西装的女总才走进来 哟 今儿挺热的 顾总今儿可来晚了 唉 这不美人在测 抽不开身吗 听这声音和名字 我吓得活都没了 众人落座 我埋着脑袋 站在池婉的身后 宋叶故作神秘开口 小顾总 今儿我给您介绍一个熟人 顾也兴致勃勃 熟人 我心底一凉 这狗东西 最好别给我搞事 下一秒 宋叶剑皮子开口 陆燕 您可还记得 您大学时 和他那场轰轰烈烈的爱情 至今还在A大流传 可真令人羡慕 顿时 我只感觉到 两道X光线 要将我临持 一道是顾一眼 另一道是迟晚 宋叶笑得放肆 今日 陆秘书也是听闻小顾总会出席 专程来见您 陆秘书 心里一直念着您 我 操 我要把这巅工毒雅 顾也舌尖抵了底塞 鹿 燕 迟晚挡住我的身影 缓慢开口 话说十分钟前 我秘书职位才变动 宋叶这么短的时间 就值我公司人士的调牌 宋叶 消息临通啊 一句宋叶镇的宋叶面色苍白 众人看宋叶的眼神 为之一变 在商界 最恨自己公司出内鬼 迟晚这话 可谓不留情面 但宋叶不是迟晚准备联姻的未婚夫吗 宋叶愣了一秒 朝着迟晚撒娇 宝贝 人家这不是关心你吗 平时联系不到你 那只能联系你秘书吗 在座的哪个不是人精 笑着附和 但看向宋叶的眼神 也没了之前的热门 你 埋着脑袋的那个 顾也抬眸 来 抬头让姐姐看看 我埋着脑袋 死活不抬头 看你个大头鬼 没听见小顾总叫你呢 宋叶不知道发什么疯 把我往顾也那边一推 我一个 猎切眉站稳 差点栽到她的身上 酒泉洒在了 宋少手确实长 顾也反朝 脸色有些难看 陆秘书 看来这秘书职位不好当啊 我尴尬笑着 朝顾也几眉弄眼 你敢暴露 我你就死定了 顾也 我要离家出走 跑去给人当秘书 你出息了呀 这点小事也做不好 宋叶发难 还不快跪着给小顾总擦干净 我刚想蹲下 就被一股力拉了起来 迟婉把我扯到身后 倒了满满一杯白酒 新来的秘书手笨 顾总海涵 顾也看着迟婉 娇笑着反问 如果 我不海涵呢 在座的都知顾也的解药性子 一下把视线看向我 床头打架床尾和 顾总 您觉得呢 陆秘书出来道个歉 这事就过了成步 可别因为这小事 扰了兴致 我刚想探头出去 就被迟婉摁了回去 捏着我手腕的力度大的吓人 迟婉把钱夹放到我手心 低头沉声 出去给我买点东西 买不到 今晚就别回来了 我 顾也看我 又看迟婉 最后钉在我俩交叠的手上 狠狠笑了 随后砰的一声 旁边的椅子飞了 顾也把一排白酒杯 蹬在桌上 道歉是吧 来 把这酒喝了 宋夜被这阵仗 吓得脸色微白 小顾总 顾也张嘴开对 小什么小 老娘最讨厌别人说我小 顾也嘴像炮弹一样 无差别攻击 宋 少爷 我只想骂人 不想骂你 我和陆燕的事 关你这个巅工什么事 是宋总给你喂的言多了 闲得慌 顾总 宋夜低声唤他 你以为我是你家迟婉 朝我撒娇我就联系你 老娘顾也什么样男人见多了 最不吃这一套 顾也发什么西北风 迟婉很不合十一笑出声 抬头看着我 顾总这话说错了 不是我家的 撒娇 我也不吃这套 我 顾也 迟婉跟着发什么西北风 他突然转身 视线和我持平 陆燕 现在能去帮我买东西了吗 那双狗看了都害怕的眼睛 为什么现在温柔款款看着我 妈的 心率爆表了 顾也气得脸色铁青 陆秘书敢踏出去半步 我被他阴瑟瑟的语气惊醒 此时不跑 更待何时 直到我出门 被冷风一吹 才回过神来 出门买啥 刚准备找家店吃饭 就听见身后 有人叫我 陆燕学长 转头就见一女孩子追了过来 徐娇 你怎么会在这里 徐娇激动的耳尖都红了 刚才就觉得眼熟 没想到真是学长你 我也没想到 会在这里见到他 吃饭了吗 徐娇红着脸傻笑着 正准备去吃呢 一顿饭的时间 他滔滔不绝 说着大学时候的事 聊到兴起 不免忘了时间 学长 我听朋友说在A市 怎么突然来S市了呢 过来出差吗 对啊 出差 我瞬间跳了起来 糟了 把我老板忘了 徐娇立马开车送我回酒店 还不忘安慰我 学长 别急 我已经打电话问了酒店的人员 说他们还没走 我看着手机上 迟婉和顾爷打的几十个未接电话 头都大了 等我回到酒店的时候 空无一人 我火急火燎往 迟婉住的房间赶 酒店的人却说 没人回来 我刚转身 就被迟婉紧紧抱住 我从来没见过 迟婉如此慌乱的神情 迟 陆燕 让你买不到东西 你别回来 你果真不回来了吗 斜着酒香的冷意 把我紧紧包裹 你知不知道我 我在他怀里 清晰地感受到了 他颤抖的身躯 迟婉 再害怕 陆燕学长 你的东西忘拿了 我猛地把迟婉推开 他身子僵住 扭头审视着徐娇 徐娇红着耳间 把一袋东西递给我 娇滴滴地望着我 陆燕学长 今晚和你一起吃饭 很开心 你明天有空的话 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我顶着迟婉吃人的视线 硬着头皮 徐娇 我明天没空 徐娇 后天也行 我后天也没时间 徐娇依旧不气馁 柔声细语 那学长有时间 再给我发消息 我可以等他 我 好 好的 迟婉听这话 转身就走 送走徐娇后 我看着袋子里的解酒药 叹了口气 造孽啊 什么事啊 刚敲迟婉房间的门 门就被人拉开 雾气阴晕着 扑面而来 有事 迟婉穿着黑色浴袍 以着门框 腰带记得松垮 大片冷白的苏胸露出 玉袍下的曲线 隐隐若现 我脑子嗡的一下 怀疑他在勾引我 但我没证据 很不争气地咽了口唾沫 但面前的池婉紧抿着唇 浑身散发着冷气 明显不好惹 我很时时务撇开眼 池总 对不起 池婉冷笑一声 陆秘书 我现在不想听解释 我果断闭嘴 后退 那池总 您晚安 正准备给池婉关门 池婉毫无感情开口 陆秘书丢下我 是去和未婚妻约会了 我头摇成了波浪鼓 她是我学妹 学妹啊 池婉阴阳怪气 陆秘书果然是时间管理大师 三个小时前才和前女友叙旧 三个小时后 又和小学妹烛光晚餐 如果把这心思放在工作上 我想 任务早完成了 何必还来和我出这差呢 我被这话惊的 怎么这么酸呢 池总 陆秘书 你是爱出差 不是公费谈恋爱 请你记清楚这一点 池婉往后一退 砰的把门关上 我 池婉 你大眼 门又被拉开 吓得我咬了舌尖 痛得我呲牙咧嘴 池婉 陆秘书给我买的东西呢 我强忍着抱锤自己的心态 小心翼翼将东西递了过去 接连几天池婉都冷着脸 像欠他几百万一样 跟着他开视频会议 听着他把公司所有高层的策划 全部劈了一遍 好不容易才从迟晚的魔爪手下逃脱 徐娇就给我打电话说约我有事 说请教下工作上的问题 想了下他在学校时常照顾我 便答应了 但聊了一晚上 他问的那些问题 全是他熟知的 他不可能不知道 徐娇 你今晚找我不是工作上的是吧 学长 对不起 徐娇红着耳锤 学长一直都已没时间婉拒我 今天如果不已工作上的事 估计学长都不会来 他可怜巴巴望着我 像知美人要的小狗 学长不会怪我吧 其实 从徐娇的字里行间 我也猜到了一些端倪 徐娇 不会喜欢我吧 拒绝的话刚到嘴边 陆燕 我扭头就见 池婉飞着张脸 站在我身后 不知道为什么 有一种出轨被抓的感觉 徐娇站起来 朝池婉伸出手 您是学长的上司吧 我是陆燕学长的学妹 徐娇 池婉瞥我一眼 挑眉道 小燕说有事 原来是和学妹须旧啊 徐娇脸骤然僵住 池婉伸出手 池婉 小燕的 学姐 我骤然一抖 没得罪她吧 居然温柔地叫我小燕 怎么不叫我牛夫人呢 池总 你不是还有会议 我前台词很明确了吧 有会议 赶快走 瞧你把小学妹吓得 迟晚没有懂我话外之音 眉目浅淡 会议 也不是非开不可 我嘴角微臭 她这个工作狂会说出这话 母猪都上述了 她目光突然落在我的身上 有的人 却是非见不可 这土味是真的土 我脚趾 都开始动土施工了 气氛有些尴尬 徐娇迟出开口 池总吃饭了吗 如果不介意 她嘴挑 不吃西餐 话音未落 迟晚屈尊坐在身边 不介意 然后看着我 嘴角微弯 小燕喜欢的 我都喜欢 徐娇白着脸看我 我好想揍自己 餐桌上暗流涌动 我刚准备和徐娇说话 迟晚就打断我 小燕 张嘴 条件反射下 嘴里就多了块肉 徐娇刚提起大学的事 桌下的手突然被人抓住 掌心传来一阵酥麻 我惊恐转头望着迟晚 她温柔端起桌上的果汁 味道我嘴边 渴了吧 喝点水 我魂直接飞了一半 正想踩自己醒神 脚背上一阵钻心的痛 都不用想 那是独属于迟晚的细高跟 迟晚笑着挠了挠我手心 小燕 这个力度合适吗 这顿饭吃得我毛骨悚然 最后徐娇 看了眼我和迟晚 泄了气般离开 一连几天我都躲着迟晚 恰逢将离过来送报告 我才松了口气 拉着她就去酒吧放松 你和我小姨咋样了 不问还好 我顿时想到 这几天变得温柔贴心的迟晚 霸道总裁被人夺赦 变成了贴心小娇妻 每天定时给我发来 早安 午安 晚安 做些违背她霸总人设的事情 迟晚是不是疯了 话音刚落 叮得一声 迟晚 身体还没好 不能喝酒 好 她是不是监视我 几杯酒下肚 我骂将离更凶了 就连她家里的狗 都被我骂了几遍 正骂得起劲 我就被姑爷逮住了 陆燕 挺会躲呀 将离吓得瑟瑟发抖 却挡在我面前 姐姐 有话好好说 别动粗 然后拽紧烟灰缸 敲咪咪给我说 燕哥 我已经给我小姨求救了 你别怕 顾也颇有兴致看着我俩 然后朝手下挥手 燕哥 快跑 将离熬的一下 像个捣蛋 冲过去 把顾也扑到 我刚抬起屁股 将离就被顾也摁翻 然后单手 把她拎起丢沙发上 顾也舔着 被将离咬破的嘴角 跑啊 这兄弟 我真的哭死 有事他是真的上 有嘴他是真的轻 我屁股落回沙发 挤出一个难看的笑 我的亲姐啊 你叫他姐 亲姐 顾也瞥了江离一眼 完失踪 拉黑我电话 删我微信 你翅膀硬了呀 他越说越气 操起旁边的凳子 我吓得一个桂华 抱住他的腿 姐啊 妈妈走得早 你可救我这个弟弟啊 我挤出鳄鱼泪 四十五度仰头望他 可怜巴巴道 你打死我吧 我早点 去和妈妈团聚 顾也气得翻白眼 叫我拎起来 我看你是要气死我 说吧 跑什么 我小声回他 我不想联姻 顾也语气森寒 我顾也的弟弟 什么时候沦落到 需要联姻 才能稳固集团 更何况持家那丫头 老子看不上 我凑过去给他捏肩 持家 他止住了话题 刚拉上我的手 门 就被一脚踹开 持婉长腿急胯到我跟前 转眼 我落入一个温暖的怀抱 我还说小燕去哪了 原来和我大姐叙旧啊 全屋子的人呆若目击 顾也脸色铁青 持家丫头 谁他妈是你大姐 现在怎么还随地大小姐呢 为了不让我解惑害持婉 我退让着她往后退 极力和她撇清关系 持总 我和你可没关系 饭可以乱吃 话可不能乱讲啊 持婉扣着我腰不让我走 嗓音有些哑 没关系 昨晚还叫我宝贝 今天就叫我持总 我 昨晚 我是喝醉了 不是喝傻了 我的丝袜 什么时候还我 我 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些 少而不移的画面 昨晚和江丽聊的兴起 就小酌了那么几杯 然后 半夜我敲响了持婉的门 三下两除二 把自己洗刷干净 然后用她的丝袜 把自己绑在了床头 让她尽情地享用她的礼物 顾也硬生生 从牙缝里磨出两个字 死死盯着我 宝贝 丝袜 我猛摇头 没有 不是 她乱讲 持婉很有眼力 见伸出手腕 小燕 昨晚你好凶 明晃晃的勒痕 淤青刺痛了我的双眼 持婉皱眉 不越开口 小燕不打算让我对你负责吗 我 负什么责 男人最好的彩礼 就是真结 持婉嗓子哑得厉害 三年前 我对你这样做 三年后的昨天 你酒后入门 让我想用你 我撕烂了你的衬衫 又解了你的皮带 又对你做 我连忙捂住了她的嘴 你碰她了 顾也极其愤怒 把老子四十米的刀拿来 我要剁了她 江离极其震惊 小燕 你这么 嗯 场面一度混乱 妈的 吓得刀 刀死我算了 十万 你过来 给我说清楚 这哪能说清楚啊 我给江离使了个眼色 拉着迟婉的手 准备夺门而出 冷不丁的她 又冒一句 小燕 你提起裤子不认人的德性 和你解决的吗 迟婉悠悠看着顾也 欲言又止 你说的纯爱战士 信息量太大 我被迫停脚 撒开迟婉的手 我难以起齿问 我姐 也对你做了提起裤子 不认人的事 转头又问我姐 什么是纯爱战士 你刚才是问我碰了她 你要剁了我 还是迟婉碰了我 你要剁了她 我看着我姐捏着准备 偷袭我的烟灰缸 心挖凉挖凉的 我如耿在喉 你为了晚晚 要剁了我 顾也 迟婉 降临 无声的沉默 叨叨我 心把凉把凉的 怪不得顾也说 池家丫头不行 怪不得他俩见面不对付 人在家中坐 百合天上落 要问帽子在何方 帽子就在头顶上 迟婉想解释 我不想听你的解释 我气得心肝疼 指着顾也 顾也 我把你当姐 你却和我抢女人 你居然还想 把我喜欢的人变成我姐嫂 众人转头看了眼顾也 顾也 池婉 你他们把话说清楚 老娘是那种吧 不是 老娘什么时候有 顾也抱走 朝着池婉声扑过去 然后脚底一滑 Oh my god 两人贴墙嘴对嘴亲在一起 昏暗的光线 动人的音乐 超高的颜值 池婉低吼出声 滚 操 果然漂亮女人嘴软 顾也嘀咕出声 我和江丽眼珠子 彻底离家出走 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我巴拉着 把池婉拉到我身后 顾也 我从小到大就喜欢 这一个女人 你居然还和我抢 吼完我拉着池婉 往车库跑 池婉给我拉开车门 小燕 我带你去个地方 我看她气不打一出来 我让你闭嘴你就闭嘴嘛 手把车门碰得关上 记住 你是我的 花霸 弯腰朝那张嘴吻了上去 青上的那一刻 我脑子碰得炸了 果真和我姐说的一样 她唇豪软 迟晚目光灼灼盯着我 我往后退 她察觉到我动作 食指抵住我的胸膛 把我摁在车身上 低头 擒住了我的唇瓣 我不甘落后 步步逼近 池婉贴着我的耳畔 笑得意味深长 哼 豆芽菜长大了呀 眼前慵懒金贵的人 恍然间就变成了高中时 那个极傲的少女 那年闷热昏暗的夏夜里 我下楼买牛奶 误撞见楼下表白悲剧的池婉 为了避免尴尬 我拎着牛奶 缩在楼道转角 却不想听到了 醉至稀的一段话 池婉 就你 也配喜欢我 震耳欲聋的关门声中 震碎了少女的高傲 她坐在楼梯上 叼着烟蒂 薄唇吐着白雾 看不清她的脸 而我 蹲在楼道 就那样看着她 龟缩了半小时 等她烟灰燃尽 我被风吹得冷透 实在挨不住食欲 走到她面前 恨铁不成钢开口 喂 你别是在哭吧 世界上三条腿的男人难找 两条腿的遍地都是 实在不行 我当你男朋友算了 吃碗加烟的指尖一抖 挑眉打烂我 我 意中出了名的眼狗 实属被她惊艳到了 迟碗最出众的是 这张性感又桀骜的脸 混着一股耗死赖活的野剑 莫名吸睛 她手肘撑着台阶往后一仰 胸腔慢了几声懒带笑意 就你这豆芽菜 橘黄色暖光下 那漆黑的毛子里 坠了不知名的星子 伴随着那晚的夜风 掉到了一汪春池中 小豆芽菜 她神色野脾 自嘲自笑 我这种人也配你喜欢我 我把牛奶丢到她的怀里 捏着她的下巴 语气很凶 我怎么配不上 我配你八百个来回带拐弯 我腿比你命都长 说我配不上 我他妈配不死你 迟碗 空气瞬间凝结 迟碗低笑了声 小豆芽菜 我命可不能比你腿短 那我死你前面 就没人替你 我伸手挪开 她挡路的大长腿 姐姐长得挺漂亮 可惜长嘴了 那年的夏丰 似乎来得更为猛烈一点 以至于被风吹散的草稿纸上 不止有数学演算公式 还有一个姐姐的名字 我细喘着 轻咬着她的下唇 上下起手 回敬 姐姐 身体还行吗 十晚拽着我的手 把我塞进车里 当晚教我 身体例行四个字怎么写 第二天醒来 我都不知道 是怎么回到酒店的 镜中的我 嘴肿 脸红 衣服皱 腿软的像面条 心中又骂了迟晚八百遍 昨晚非得把我榨干 今天 蓝地快的竞标 在上午十点公布 我赶到现场的时候 碰到了宋叶 宋叶依旧趾高气昂 看见我 高傲地走过来 陆秘书 今儿出竞标结果 你觉得蓝地快花落谁家呢 我不想理她 宋叶却不依不饶 但我肯定的是 标书结果一出 陆秘书的事业就到头了 而迟晚 你想都别想 她只配合我联姻 而你 一个臭虫还想攀高知 宋少脑子是个好东西 出门的时候带着好吗 我掉头就走 刚进场 宋叶一副胜券在握的模样 我脸眸瞄了眼时间 还有十分钟 场内竞的落针可闻 关于南地快的竞标结果 我捏着手机 不错眼地看着主持人手中的文件 宋叶撇了过来 迟晚的消息还未传来 我心里咯噔一下 迟晚你那边可别出差错呀 十 九 八 中标者 我心悬到了嗓子眼 三 二 一 手机消息 界面弹出 一张红头文件的照片 映入眼帘 我松了口气 重新望向上方 恭喜 宋氏集团 以三亿的价格 拍到南地快 会场 掌声如雷 宋叶像之高傲的孔雀 花三亿买块烂地 我翘着的嘴比AK都难压 恨不得立马和吃晚分 想这个好消息 刚抬脚走 宋叶就把我堵住 陆秘说 给你看个东西 然后他把手机举在我面前 我视线紧盯着视频中 我和徐娇的吃饭的画面 学长 关于南地快 你有什么想法 怪不得那天徐娇会找我 怪不得徐娇 会问关于竞标的问题 宋叶笑得得意 串标 可是犯法呀 陆秘说 我眉毛一挑 宋少玩污蔑呀 花三亿买下一个 毫无价值的土堆 不知道宋少在高兴个什么 宋叶抬手就想揍我 却被我一把抓住 我缓缓靠近他 我知道 宋少想要在父亲面前证明自己 但你真的太蠢了 我甩开他的手 朝着迟婉的车走去 上车刚触碰到迟婉的眼神 我就觉得腿软 还痛吗 我耳朵像烧起来一样 你闭嘴 迟婉凑了过来 捏着我的手 抖什么 我颤了下 得了帕金森 他笑着给我揉腰 昨晚在车里那股虎劲哪去了 听听 这还是人吗 哥这骂我畜生呢 我火一下子就起了 转身和他掰扯 咋的 昨晚轻得不满意 还准备再来试试 话刚落 一个刹车加急转弯 我整个人急速往迟婉身上扑去 我俩严丝合缝贴在了一起 下一秒 我就感到身下的变化 迟婉 下唇传来不轻不重的轻咬 小燕别急 我轻轻咬了回去 迟婉撕了一声 掐着我的腰绿重 你属狗吗 我手脚发软 刚爬回自己的位置 又猛的一个刹车和左转弯 很好 我又麻利地滚回了迟婉的怀里 迟婉眼里带着细血 怎么 还想咬我 我彻底恼了 气鼓鼓看着气定神弦的迟婉 迟婉 你压得故意报复我 随后 他把iPad 放在我手里 宋氏集团 这下真的把自己玩死了 不得不说 迟婉真的牛 明面上公司把南地块作为目标 竞标 投行 暗地里却让王秘书跟进 吞掉西城那块地皮 西城虽说不起眼 但周围却全是迟婉手下的产业 宋氏和其他公司都是闻风而动的狗 如果他们出手 那时候 西城绝不会以最低价格拿下 更何况 迟婉还给宋氏埋了个雷 公司庆功宴上 宋业突然从人群中冲出来 哭得梨花待雨 求迟婉帮忙 他看到迟婉买下西城的时候才明白 这是一个局 他却意气用事 不顾父亲劝阻 毅然而然竞拍 现在资金断裂 他被迫和一个老女人联姻 但骄傲如王子的他 怎么会愿意呢 迟婉站在哪里反问 你父亲和我父亲 联合社局想弄死我的时候 怎么没想到会有今天呢 宋业被保安拉走 我早就从江里的话中 知道了始末 迟婉本是池氏集团的大小间 他本该活得自义 十岁时因父亲出轨 纵容情人害死他的母亲 从此 贵公子成了养人鼻息生存的野种 这也是为什么第一次见迟婉的时候 他浑身带刺 我心里有点难受 伸手握住他的手 对你白月光这么狠心 舍得 白月光 迟婉拧着眉 我嘴里发酸 当初和宋业表白 被剧后失魂落魄的抽门烟 那模样 真可怜 他笑得花枝乱颤 那是我闺蜜 让我带给宋业的表白信 你闺蜜 姐夫 我被这声音吓了一跳 身后几个人看着我 眼睛发亮 老大终于把人追到了 我就说 我的恋爱方法比较管用 蝉狼怕猎女 只要老大不要脸 姐夫绝对跑不了 吃碗皱壳 绷着张脸 我和你姐夫还有事 先走了 我恍然大悟嘲笑他 所以那些老掉牙的追人方法 他们教的 他极力否认 不是 吃碗 你不会没谈过恋爱吧 这一下换来他的侧目 陆燕 你居然谈过恋爱 恋爱谁没 话刚收到嘴边 咽了回去 他突然把车停在路边 眼神发冷 谈了几个 我被他眼神 看得瑟瑟发抖 连忙摇头 一个都没 一路上我不停解释 他显然不幸 闷着不吭声 他把我送上楼后 给我说明天来接我 然后转身就走 暗淡的灯光 显得他周身落寞 吃碗 他顿住 回头 我探过头 贴上他的唇绊 姐姐 我从见到你的那一刻 我孩子名字都想好了 我喜欢你 很久很久了 原本暗淡的眸子里 骤然亮起了光 一片寂静中 只能听见彼此急促的呼吸 他细手勾住我的腰 往前轻轻一带 我跌在了他的怀里 撞进一片春天的暖阳中 热烈地吻随之落下 我被他吻得脑袋发昏 伸手去推他 却被他握住了手贴墙 压在耳边 食指教我 耳边传来他阴雅的声音 2015年6月20的午后 学校篮球场上 阳光透过树影 洒落在你的发丝 你弯着嘴角 慢慢朝我走来 那时我就在想 这辈子就你了 吃完抵着我脑袋 小心翼翼问 所以陆燕 我配喜欢你吗 在这一瞬 我的心轰然发烫 我捧着他的脸 对着他性感 被我寄予很久的红唇 狠狠地吻 你配我八百个来回带拐弯 你腿比我命都长 说你配不上 你他妈配不死我 我从未听过 自己如此急促 藏不住的剧烈心跳声 原来 喜欢也可以如此具象 成一个人的模样